有些油画的话,加点侧面,说侧面在这个地方提着一下,稍微提着一下,它就厚度就有了。 这里面就是多少要注意一点,好像画平了,我再多少加一加颜色。 当我很低于一饼,我叫卡特一饼,这时候就是头骨的那个,开始头骨的那个定位了。 所以我想说,你跟孙老师学话,有时候很多的事情跟孙老师,老人看它很快,听上去说,那质感的哦! 其实它那个小动作,你们一看,它那笔包这样的动作。 你们就注意一切了。 对,你往外呢,你们一直转的话,电话没有,就是从包票。 它从一转,它老找它那个鼻风呢。 鼻风厚,完整的就,它老找那个东西,来回转。 所以我们别转,我们看着,哇哇哇哇哇哇,它都动作很多在这里。 所以我这里也很有,不用在哪儿,帮你们注意一点的一些。 比如说,这个话例如,这块羽毛,这块羽毛是蓬松的。 比较蓬松的羽毛。 我把这个笔啊,这个笔,我用了不知它的这个颜色, 不知它的帽子如何达到是不是路径,就是不合要求。 所以先换那个不要紧的笔,我先来这儿来这一笔。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,凭分差一点,在家。 这就行了,心里有错了,然而再晃。 这有调劲,这一会儿还可以这样。 我相比,我想说在比较相比的时候比较轻,比腰比较厚。 这就是想画如初画的空中的那个感觉,是在那儿上找的,在整理。 这会儿是背呢,这个翅膀有了,再把那边翅膀画出来。 这个就是正面儿,所以没有说可以重一点。 这恰好是这样,这个是弹子,这个是重的,两个不敢这样。 比较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两个程度,不要过分差距太大。 这就是这个鸡蛋的上那边,然后下面这个鸡蛋,我就找那个大鸡蛋。 我下面,都是没有根儿的,都是在这个鸡蛋之内。 因为这是素子,就是徐利福,叫我这样画。